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香港出生 我八歲的時候移民到印尼 因為我爸爸在印尼華僑 我媽媽就是在北京印尼 我十三歲的時候去印古州 因為我媽媽是種醫 他是針灸各種種醫 他也很鼓勵我 很鼓勵我讀醫生這一科 讀六年加上實習一年 總共七年 那時候我在急症室做醫生 因為公司的同事都很相信我 不知為何 可能他們知道我厚密 我有醫生 我有專業操守 病人治癌 連很多女藝員的同事 都會跟我說很私人的問題 有時我聽到之後覺得 你真的想跟我說 他說你是醫生的 為何不跟他說 我說OK 我是很有口德 我是一定不會跟別人說 我也會跟他分析 你這個病情是怎樣怎樣怎樣 你有甚麼問題 我會介紹一些 我覺得有信心 我認識的一些醫生給他們 他回來的 feedback 都很好 他說是呀 搞定了 搞定了 謝謝你 甚至上次有個女同事 又是有一些婦女病 然後 上次 上次 就在旁邊 那女生說的時候 是很尷尬的 伯母就說 你跟她說 我上次都是她幫我的 她是醫生 說吧 然後那女生說 是呀 她就肚肚不住跟我說 很開心 同事可以給我這個信任 譬如說 拍劇 或化妝間 梳頭化妝 我坐在這裡 一定會問我 一定會問 有時問完之後 旁邊的人就說 行了 你看完甚麼 旁邊的人就坐過來 是呀 梁佳靜 我覺得我可以幫到別人 我之前 我這些東西放在這裡 我又忍不住別人 我自己又會生修 忘記了 我為甚麼不幫別人 一舉手指路 而且別人認識我 又願意把他 身體最脆弱的部分 都跟我去分享 其實這是對我一個 很大的尊重 所以我一定要幫別人 一天大約 最少都會收到十幾個醫療的問題 救助